玉溪地区农会响应农业部农村送暖节庆 温馨斩关怀的花甲乐食农村送暖活动 端午节前夕发放了银法友善食品 以及优良的农产品礼带给松浦绿造站的长辈们 祝福偏乡长辈们健康过端午 端午节前夕玉溪地区农会总干事蔡宗翰 带着优质农产品礼带赠送给松浦绿造站的长者们 气氛热烈 农业部发的物资 一个袋子里面还有七八样东西 依据吃饭买是农村最常出现的问候招呼语 为了满足偏乡长者在饮食多样性 与营养均衡等各方面的需求 一些地区农会响应农村送暖 节庆温馨斩关怀之花甲乐食农村送暖活动 在端午佳节前夕发放给 松浦绿造站长者饮法友善食品 以及优良农产品礼带给偏乡长者 受到长者们的热烈欢迎 那今年的部分农业部也有针对偏乡的这个部分 它有一个农村送暖的活动 就是在当午前的时候 那发送一些物资给这些老人家来做使用 那我们农会就有向他们做申请 那所以大家看到它的东西总共有七份 包含滴基金 肉松等等的东西还蛮丰富的 那我们农会因为以米为主 所以我们也另外再加了一包的米在里面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利用这个机会 端午节的机会 那非常谢谢农业部对我们天江地区的老人家的照顾 然后能够提供这些物资给他们 玉西地区农会从109年配合农业部推办绿色照顾计划 在玉里河东地区开办松普绿造站 利用农村自然元素营造友善高龄生活环境 协助长者在地健康老化 实践农村多功能价值 记者是玉兰 玉里镇采访报导